疫情趋緩睽違了兩年的春河劇團即將會在高雄演出 由原創動畫《魔法阿嬤》改編的舞台劇 團長郎祖雲為了詮釋道士阿嬤的戲份 他親自向基隆的道長請教了如何打手印還有牽王正等 演出的過程還透過數位科技要邀請觀眾參與放水燈的環節 表達對於逝去親人的思念 舞台劇演員郎祖雲在鏡頭面前比出道長做法時的手勢穿心指 看似簡單比起來可不容易 原來他是為了演出魔法阿嬤劇場版 特別向基隆知名的道長拜師學藝學來的 一怎麼走一怎麼走二怎麼走然後這個然後再加上剛剛那個保船的這個手勢 因為戲裡的需要他還是教我過程那包括說這個招魂番啊然後要講些什麼 那我不會寫符但是他告訴我符的一個路數 因為符他還分符頭符身符尾 那我在台上要拿一個法尺 拿一個法尺我在空中在寫這些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樣子 受到疫情影響春歌劇團已經很久沒有到高雄演出 而這一次是將七八年級深的共同回憶 台灣原創動畫《魔法阿嬤》改編成為劇場版 而擔任道士阿嬤的郎祖雲 不僅親自向道長請教打手印 以及道教的民俗文化 還邀請道之強助政 演出阿嬤家的大白狗喜羅 《魔法阿嬤》不僅考驗舞台劇演員的真功夫 為讓劇場能夠跟觀眾互動 結合四季投影技術打造數位水燈 呈現虛實交錯的景象 讓觀眾表達對逝去親人的思念 觀眾在進來 然後寫下這些文字之後 哇 這整個場面就變得非常的溫馨 然後其實它是對每個人內心的一個抒發 OK 那我覺得未來的劇場 它一定會有更多的科技的結合 回歸將近兩年再次重返高雄演出 春歌集團期待透過舞台劇演員精湛表演 以及先進的劇場技術 向觀眾呈現不一樣的魔法阿嬤 英語音ί 進行 Ninj 혼 楊²每個・・・ 再往下召紋 030月